1989年5月14号 台湾出现了第一起 以表决方式罢工的活动 远东纺织新扑厂的员工 有90%表决赞成罢工 投票与开票的过程中 资方一度与劳方发生肢体冲突 但最后劳方还是依照 远超过半数的投票结果 正式开始罢工 1994年5月14号 南港软体工业园区 举行动土典礼 时任行政院长连战表示 唯有靠着软体 才能提升硬体的附加价值 让台湾的产品更有竞争力 开工的典礼 可以说也就是这一系列的 这个努力的 一个很具体的一个成绩 南港软体工业园区的成立 也象征着台湾的经济发展 已经从科学园区硬体工业 迈向高附加价值的知识密集产业 哈喽大家好 我是乃鱼 要交给大家两个任务 第一个 华世新闻的脸书专页 你按赞了吗 还有华世新闻的YouTube频道 赶紧订阅起来 还要记得按赞 开启小铃铛哦